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 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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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挂挂挂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 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 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 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周一你们一切都好吗 春天呢就在我们的身边 像我们这些喜欢花的人呢 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每年呢 在这个蓝帽花盛开的季节 我也都会相约朋友们 还有带着孩子出去 去春游 去看花 去拍照 去享受春天的美丽 可是这个春天 有一大问题啊 就是过敏的问题 是非常的严重 很多华人 包括我 这个作为华人一代 刚来美国的头几年 是完全不过敏的 非常开心 我记得早年呢 这个没有过敏的时候 哎呀 到春天太高兴了 这个到处去春游 去看花 然后去享受春光明媚 可是在美国 待了一些年头以后 大概四五年左右 很多人就开始 慢慢有过敏的 这种现象发生 而且是愈演愈烈 越来越严重 我就是其中一员 所以早年那头几年 看见别人过敏 还很诧异 说啊 怎么会过敏 我没有啊 哎 我记得那些老移民 当时就用那种 性性的眼神说 等着吧 还没到时候呢 哎 果然啊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这个当年还说 自己不过敏 这个拍着胸脯 没事 我不会过敏 这个过了几年之后 就开始了 然后很多人 可能和我有 同样的经验 一开始呢 就是一个很小的 过敏症状 大概就是一点点 鼻子痒啊 眼睛痒啊 打个喷嚏啊 然后也不需要吃药 就可以了 可是随着你在美国 待的年头多 这个过敏的症状 是越来越严重 我大概在两年前 两三年前 已经开始 就是到了这个春天 过敏季 每天必须要吃一片 这个过敏药 才能够控制这个状况 不然的话 就上班 你看我和胡主播 两个人 一人一双红肿的眼睛啊 这个就就来了 然后哈欠连天 喷嚏连天的 简直是没法工作 甚至 所以都是很受折磨 那么今年春季呢 休斯顿的花粉量 也是创了新高 所以今年这个过敏的人群 会更加的辛苦 那这个四月初啊 休斯顿就已经达到了 创纪录的花粉水平 那么很多原因 是因为去年的这个冬天呢 气温相对比较温和 没有那个更加这个 极寒的这种天气 虽然大多数的植物 都会产生花粉 但是那些对花粉 严重过敏的人就会知道 这过敏并不是 美丽的花朵造成的 这些植物的花粉 通常是在昆虫的帮助之下 传播的 所以我们闻到花香 否则呢 如果你不是很近的闻 一般不会进入到 我们的鼻子当中 那么现在不光是花啊 树木也有这个树花粉 树木和杂草的 这个微小的花粉颗粒 在空气当中传播呢 会导致我们免疫系统 过度的反应 那么像常见的 我也非常喜欢的 这个Oak Tree 就是这个橡树啊 像这个市中心 包括Herman Park周围啊 来Rice大学附近的人行道上 那种参天必日的 这个古橡树 非常美 两边搭上呢 就变成一个非常美的 那个树的步道 我经常喜欢在那散步 可是呢 在四月份 这个地区的花粉数量 也是创下新高 今年对橡树花粉来说 是特别多的一年 在2013到2021年期间 橡树在四月的前十天 平均每天 每立方米空气当中 是排出 328个这个花粉的包子 根据休斯顿市卫生局的数据 这是一个很大的释放量 但是在今年四月的前十天 平均每天 这个每立方米空气当中 竟然有3481个包子 这是正常量的十倍以上 也是卫生部门认为 极重的水平 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像休斯顿大概有将近 270万棵橡树 这个Oak Tree 有50%是在已开发地区 和住宅区 尽管现在可以说 这个最厉害的橡树花粉季节 已经几乎结束了 可是其他的草啊树啊 这花粉的这还折腾 还没结束呢 然后我这两天我没说吗 把我也吓坏了 第一呢是参加了一个 朋友弟弟的葬礼 28岁 因为哮喘突发去世 你知道这个过敏严重 就会有这个哮喘的状况 然后突发的时候 就是上不来气 瞬间这个喉结 这个呼吸的这个地方 由于水肿呢 就无法呼吸 那家人做了一个多小时的 胸部按压人工呼吸 也能够 没能把孩子救过来 然后呢 我身边另一个好朋友也是 天天是这个有哮喘 随身带着这个喷药救命 就是这样呢 这个前两个星期也是 突然就剧烈的咳嗽 到了这个一个一分多钟 都无法呼吸的地步 真的是非常可怕 下早我不说呢 也让我更加珍惜身边 每一个的朋友 真的 我们每一个人 在世间走一遭 真的不容易 有时候想 你会想一个大的事件 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 得一场大病 有时候你都无法想象 一个过敏 一个哮喘 一口气就可能会上不来 真的是非常可怕 所以呢 在今天的节目 就跟大家聊聊 在这个过敏季节 我们要怎么样 去有一些防止过敏的方法 那么 我必须愿意去分享的 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 我这两年都在春天 没有过敏的反应 也不需要去服 每天一片的这个过敏药 就是因为我在进行着 这个Kedo Diet 中文叫做生酮饮食的 一个减肥 第一呢 减肥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我终于可能可以穿上 这个以前的这个牛仔裤 瘦的时候穿的衣服 健康状况也是恢复 精力体力都有恢复 瘦下来的感觉真的很好 走路也像一阵风一样 会觉得很轻松 更开心的是 在这个春天 我这么一个喜欢花的人 终于可以不怕过敏 就可以去欣赏春花烂漫了 当然这个Kedo Diet 它就是一个大概的方式 就是不吃所有的碳水 或者是说每天的碳水 吃到很低 减肥的人呢 每天的碳水 大概在控制在20克以下 那么维持体重的人 或者是低碳饮食呢 就是控制在50克以下 那这样呢 我每天喝的咖啡 都是用代糖 那么代糖呢 现在也有一些 非常天然的代糖 比如说罗汉果的代糖 还有一些天然植物 萃取的这些代糖 它相对对于身体呢 不像一些化学成分的代糖 那么伤身体 第二呢 就是这个面包呀 米呀 面呀 都是要戒掉的 然后含糖的饮料都不喝 可乐我还喝 都是喝这个代糖的 然后生活一开始很不方便 或者身体一开始很不适应 但是久了之后呢 我现在身体已经很聪明 它随时可以切换 用糖代谢或者是用脂代谢 来供给身体需要的这个能量 但是这个keto diet 不能长时间的施行 那在进行的同时 也需要一些维他命的补充 或者是微量元素钾呀等等 不然的话 你可能会发生腿抽筋啊 或者是一些身体 其他的一些不舒适 那么有严重的代谢疾病 糖尿病 肾病 肝病的人 一定要咨询你的医生 不要乱来 另外在keto diet期间呢 你要喝大量的水 因为它的这种饮食结构 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然的方式 你的身体会流失掉很多的水分 那这个时候 如果水分补充不够 或者不及时 你还有可能会出现脱水啊 出现昏厥啊 一些危险的状况 如果有肾病的人呢 甚至会发生严重的 这个肾出血啊 等等一些问题 所以大家要小心 但是这招真的对我管用 然后也看到相关的报道 很多人在进行这个生炭 这个低碳 生酮饮食之后呢 这个过敏的现象就缓解 甚至没有了 所以我可能会为了这个 因为过敏 我会每年春季 从二月份左右开始 低碳饮食 就是这个 低碳呢 我觉得要比严格的生酮 要很好很多 不是严格的一点碳水不吃 而是相对比你平时的 高碳水 要改变你每天的低碳结构 然后水果呢 所有含糖量高的都不吃 你知道这个美国人 糖真的是吃太多了 甜点那么甜 饮料那么甜 你低碳以后你才知道 你一看 我现在买东西 会很习惯的看这些 食物配料表 你一看那糖 二十几克 一瓶酸奶 十八九克 二十几克 那一袋什么小吃啊 甜点就更别提了 高得吓死人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 实际上在美国生活 这个糖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没什么事呢 大家不管减不减肥 或者是你要不要生酮 都是要把这个糖量降下来 因为这个糖真的是非常糟糕 而且癌症呢 你也知道 这个所有的肿瘤 是最喜欢吃糖来去生长的 所以对于很多肿瘤患者 也在进行这个低碳的饮食 就是严格控制糖的摄入量 这样呢 让肿瘤他没有了食物 他大概就会饿死 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在平时生活当中 我们不要等得了癌症 或者是过敏非常严重了 再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在我们健康的时候 就要注意健康的饮食 尤其是低碳水和低糖 也不要过分的低 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 也开始过敏的话 这两天也非常的辛苦 你知道这个过敏药 也有个问题 就是越吃呢 你的身体有抗药性 然后有时候这药 就不管用了 要么要加大量 要么就是不管用 要么就要换药 总之呢 这个药物对身体的影响 也是蛮大的 它也影响我们正常的激素啊 等等 所以如果能够用饮食 来帮助控制这个过敏的现象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减少糖类的摄入 另外呢 这个在过敏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 比如说我就属于这种 精神紧张的时候会过敏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以来 就是学会了一种 不拧巴的生活 就是说什么事情 不强求自己 不喜欢数学考试 我就不要去考 否则的话 我就会在紧张的这个基础之下 压抑自己 一定要学数学 好好练数学 我的这种可能肾上腺素啊 或者压力激素激增 我就会那个时候 格外的容易过敏 所以很多的过敏和精神的压力紧张 是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生活当中 在春季本身到了过敏季节 花粉就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学会放松身心 听一听 早餐做饭的时候 你就在旁边放着一个 让你能够放松的音乐 那种瑜伽冥想的音乐 甚至你喜欢的钢琴 喜欢的悠扬的歌曲 这些东西都会不知不觉呢 让你的mental relax 就会放松下来 做饭反正都是要做 或者是你在做一个什么 手工的事情收拾家 都打开音乐 这是一个让你能够放松 不知不觉的一个放松的好方法 然后呢 家里或者工作 有什么样紧张的情绪 找朋友诉说一下 就是release all your stress 这些对你不好的这些东西 把它们释放掉 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以释放 可以产生内非态 而且释放我们的精神压力 而且也有证据显示呢 这个过敏的程度 就是说你虽然过敏 有的年头你就发现 自己过敏的症状特别严重 有时候就相对会轻一点 除了刚才我说的 跟今年的花粉量突增有关以外 跟你的健康状况和免疫力 低下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预防过敏 或者是说防止过敏变得严重呢 就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比较好 就包括这个加强锻炼 是预防这个季节过敏的 一个好方法 因为这个过敏 是可以随着人体的免疫力的提高 而逐渐好转的 所以加强体育锻炼 可以有效的治疗身体的 这种季节性的过敏 而且坚持锻炼好的身体状况 就能够让一些过敏 可能不致自愈 然后也不会复发 所以一定要出一些汗 好好的锻炼 选择自己喜欢的锻炼方式 好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在今天的节目里 跟大家聊了聊过敏的话题 那么上半段节目 跟大家介绍了一些 预防过敏 或者是减轻过敏的 一些生活当中的方式和方法 除了加强体育锻炼以外 要多吃新鲜的水果 可能大家会觉得 上面不刚说吗 要少吃糖才能够身体健康 也可能会起到低碳的效果 预防过敏 这个低碳饮食里也能吃水果 像我现在就在吃草莓 黑莓 树莓 这个几种莓类 就属于低糖的水果 那如果你选那种 不是很甜的猕猴桃 也OK了 那么多吃新鲜水果 就是这些维他命C 还有这些新鲜的维他命 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 能够预防和治疗季节性的过敏 所以饮食里一定要均衡 尤其在这个春天 你本身就属于这种爱过敏的人的话 就格外的要注意 有时候我也自己发现 作为一个母亲 每天我要给孩子安排一日三餐 我就很在意 他们的营养是不是均衡 有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蔬菜和蛋白质 不要吃过分的甜 可是我给孩子带一个 很健康的snack bag 就经常忽略了自己 所以这些天我也要 给孩子准备这个snack bag的时候 我也给自己买了一个小cooler bag 每天给自己也装上一份健康的零食 或者是午餐 这样就避免你饿了的时候 哎呀这个乱吃 或者是路过哪一个素食店 就随便买点什么吃 这个健康的水果 然后我也能够选择得到 比如带一些草莓 这属于低糖的水果 它的维他命C含量又很高 就可以吃你想要吃的健康的零食 也可以带一个煮鸡蛋 又可以饱腐 又可以让你吃到足够的蛋白质 其实健康的身体 就是每天一日三餐累积而成的 你不能说我今天很吃一顿 一天吃健康食品 全是糙米西兰花和鸡胸肉 把一礼拜的都吃出来 不行的 这个东西就是要一日三餐 定时定量 每天坚持持之以恒 那么健康的饮食 也不一定就是难吃 两个字 包括我现在做生酮饮食 我也会在网上学很多的 这个好吃的做法 尽管做好吃都会费一些时间 做个起司蛋糕 纯起司的带糖的蛋糕 可以做得非常好吃 然后我也会烤一种 像那个俄罗斯那种烤杂瓣一样 放纯的起司 奶油里面有bacon 有鱼肉 有吞拿鱼 还有这个 一些健康的蔬菜 可以烤得香喷喷 你又可以吃得开心 又会吃得健康 当然这个是生酮饮食 如果你不是生酮饮食 也可以去研究一些菜谱 就是让自己吃得好吃的健康 然后对于这些血糖 血糖本身有bottom line 你本身就是有点 要高血糖的危险呢 大家也不一定严格生酮 但是你可以低碳饮食 像现在你去H1B 这些大的超市里 你在那个卖面包的地方 不是新烤的面包的地方 你大概都可以找到一种 我们kido吃的那种面包 它是用almon flour 就是杏仁粉做的这个面包 还有一些用椰子粉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这些东西原料很健康 你想杏仁粉 吃杏仁本身 它就是又可以止咳呀 这个nuts 你想想本身就是健康食品 然后呢你又降低了糖 所以这个kido的这个面包 我觉得你不吃kido的人 也可以买来吃 它尽管味道确实不如 面粉的面包那么好吃 那么有筋性 但是呢从健康的考量讲 也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还有一种叫做什么honey的那种 那种也叫做kido的面包 你好好找一找 选择有相对好吃一点的 然后呢这个面包你如果觉得不好吃 你可以在上面抹一点花生酱啊 或者是这个带糖的巧克力酱啊 或者是这个 我们的almon的那个酱 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煎鸡蛋的时候 把这个面包放上去裹一层鸡蛋 稍微煎一下 这样呢就是用橄榄油煎 这个油脂又健康 又可以让这个面包片变得香酥脆 然后裹上一层鸡蛋呢也很香 上面撒一点盐 也可以再加一个牛油果 或者是加一片烤过的bagan 也可以很香 所以在这个好吃和健康这件事情上 你完全可以费一点心思 就可以同时做得到 所以在这个预防过敏的这件事情来讲 这个饮食均衡是非常重要的 有人说呢 比如说一吃高蛋白的食物就引起过敏 所以有一些人因为过敏 就会在这个春季格外的控制 不吃鱼虾呀蟹呀 甚至鸡蛋都不能吃 你知道吗 你就会顾此失彼 你怕过敏呢 不吃这些高蛋白的食物 可是长此以往 而且你知道这个春季过敏不是一两天 有说它持续一两个月 有的人过敏大半年 我看那个鼻涕一直在 呵呵的流啊 流半年 你每次以为他感冒了 可是不是感冒 就是过敏 他的过敏大半年 很长的时间 到了夏季 还是有人在过敏 所以你想你大半年 你如果为了怕过敏 都不吃这些高蛋白食物的话 你的身体该是多缺营养 然后就像我们中医治疗体系一样 你先要顾了本 你才能够去抵抗 去抵抗外界其他的疾病 你是不吃这些高蛋白 可能过敏率降低了 可是你身体垮了 你就会更加的容易过敏 甚至得其他的疾病 那真的是顾此失彼 然后我们很多病友们 大家也分享经验 这过敏的东西啊 就比如说 我在精神压力紧张的时候 我可能吃鱼虾就会过敏 可是我精神不紧张 放松愉悦的时候 我吃它就没事 所以呢就建议大家哈 你如果也是这种状况 你就在你不过敏的季节 没有花粉 或者是非高过敏季节的时候 你就少吃一点鱼虾蟹 就你过敏的这些东西 你就要不停的吃 量不要太大 就是每次吃一点一点 然后吃一点 觉得身体没有问题以后 你慢慢增加这个量 你就会觉得身体 会慢慢的就适应了 这就像这个我们耐药 耐药性一样 身体就是需要慢慢的 适应一些东西 那你从来不吃鱼蟹 比如不吃螃蟹的人 那你一到过敏季吃一口啊 有的人一过敏起来 甚至要命啊 这个喉结都会肿胀 呼吸困难 你与其生命里有这种危险 你为什么不用这种方法呢 这种方法其实不光是病友 总结出来的 一些医院的治疗 其实也是如此 你看啊 有人常年打过敏针 还有一些人那个 哎呀吃巨资 据说非常的昂贵 治疗这个过敏 那个治疗的过程 其实无非是类似的 就是说他会再配合一些药物 在观察和控制的情况下 对你的过敏源 反倒是定时定量的 给你打一针 有你那个过敏东西的 就让你在平时就一点一点 就是耐受你过敏的东西 让你身体识别它和适应它 所以医生其实用的是 同样的方法 那么我们与其花那么多的钱啊 然后折腾 自己可以先试一试 就是在非过敏季节的时候啊 你平时爱过敏的 这些高半蛋白的食物 每天加一点 身体觉得没有问题了 稍微加一点量 而且呢 我们每天成年人 同样需要非常足够的蛋白质 才能够保证身体的代谢 以及我们脑细胞 不会过分的衰老 我这些天 爱经常跟胡主播开玩笑 我说你看啊 一晃 这个人到中年 记忆力变差 哎呦 这好多这个这个丢三落四的事情就会发生 你这个建脑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 你就会到老年的生活退休以后 这个生活非常的糟糕 出门忘了拿钥匙 哎 明明想着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就不记得 然后回头就忘了别人的名字 等等啊 重要的约会就忘记了 这个确实是一个衰老的必然的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营养得当 你就会延缓这种衰老的症状和过程 那些活过百岁的 我知道的好多老人都是常年吃肉 吃足够的蛋白质和天然的脂肪的这样的一些人士 他们可以维持脑细胞营养的供给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同时呢也可以对于这个爱过敏的人来说呢 形成一个好的身体的适应的习惯 所以高蛋白的食物 饮食均衡 如果想要在过敏季节才想起来 这个饮食的均衡 未免有点亡羊补牢的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饮食均衡呢 荤素搭配 然后蛋白质脂肪 蔬菜水果 维生素 少量的碳水 这是日常饮食的不二法门 就曾经我的糖尿病医生 我怀孕的时候 曾经后期有过妊娠糖尿病 给过我一个建议 就是说一个圆的盘子分成四份 那么就是50% 一半呢就是一个这个蔬菜和水果类 水果要占少量大部分的蔬菜 蔬菜呢也最好是多样性 深绿色红色黄色 颜色越深越多越好 然后剩下25%是蛋白质 可以是鸡蛋 可以是肉 可以是鱼 那么蛋白质里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个美腿的比油腿的好 俩腿的比四个腿的好 就是大概大家都知道 这个吃鸡蛋呢 吃白肉啊 吃鱼啊 要比吃这个四条腿的牛羊肉要更好 比吃猪肉要好 这是25%的蛋白质 另外25%的碳水 这个碳水呢 已经包含了你所有的蔬菜类的碳水 比如说你吃的南瓜呀 红薯啊 土豆啊 都含在25%里 所以这个25%非常容易超标 我们华人的饮食习惯 经常是一大碗面啊 两块酱牛肉 或者是这牛肉面 两片生菜叶子 两片菜叶子 明显的这个碳水就达到了80%甚至90% 然后剩下不到15%是蔬菜和肉类 所以这样的一餐饭就很不合格 那你想吃面也可以 一定要记得呢 这一碗面量要少 然后一定要配一个一大盘的蔬菜 和这个更多的一些蛋白质 那我也有时候也想吃这口牛肉面 我就会去店里点一个小碗的牛肉面 然后点一大盘的蔬菜 或者是炒杂菜 然后再单点一个这个蛋白质类的 比如说来一条鱼 或者是来一个小小的炸鸡块 这样呢 你这个一顿饭的饮食均衡就做到了 然后如果你发现呢 在外面吃饭啊 有时候很难做得到这个平衡 你可能缺这个蛋白质 那就可以回家呢 这个早晚比如加一杯酸奶 然后低糖的 这样呢就可以平衡你的饮食 而且有证据显示啊 这个过敏人士 这个酸奶 可以这个有效的帮助你的肠胃 肠胃不好的人啊 这个季节性过敏经常是更加的严重 那么酸奶里的有益菌啊 益生菌啊 或者是吃一点泡菜 会调理我们的肠胃 所以呢 就会对你的过敏的症状 有间接的影响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 这些方法 好吧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的爱八卦 就要到这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祝愿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祝愿大家节目再会